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和大家介绍南投猪市文化园区拍卖猪枝的流程 每天早上在各地畜牧场长大的猪枝们会坐着大货车来到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进行拍卖与承销 每辆货车进场前都会进行消毒,猪枝也会进行简单的清洗 停好车后,他们会排队,依序由工作人员引导走下车休息 而这个猪枝休息的地方,专业术语又叫做前细流场 细流可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哦 毕竟长途的奔波或惊吓也会影响猪枝们的健康 接下来工作人员会整理今日有送猪枝来的猪农单位进行抽签 安排各位拍卖的顺序 抽完签后,会将送来的猪枝们都上编号 并将他们的资料登入拍卖的作业系统中 一天下来,可是有两千多头的猪枝需要建档呢 等猪枝们都编号完成后 这时各地来承销的厂商们也准备入座拍卖现场啦 拍卖开始后 工作人员会引导猪枝走过拍卖场中间的半圆形走道 此时,电脑荧幕就会显示该猪枝的来源和称重 接着,非常有眼光的拍卖员会在猪枝走半圆形的过程中 以目测的方式决定一个标价 并显示在荧幕上来给两旁的厂商们竞价 这整个过程都需要在三十秒内完成 要成为拍卖员可是要好几十年的相关经验啦 成交的猪枝会有工作人员在他们身上做上成交标记 这些猪枝会再引导到吸流场休息 最后来到电宰场 在屠宰的过程会有兽医师来帮猪枝做检查 电宰后也需要经过一连串的检查 才能盖上红色屠宰卫生检查合格印后 才能运送出去哦 以上介绍的就是猪枝拍卖的标准流程 除此之外呢 这边还设有寿魂碑来感谢这些牲畜为我们的付出 所以我们都要心怀感激 更不能浪费食物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